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九机令 小九见过姑姑姑父 快请坐 小九 姑姑可是闻着薇儿来的 叶华 来坐吧 白浅叶华也坐了下来 看着桌子中央 热腾腾的烤地瓜 白浅垂线三尺了 小九 你还真是有口福 我在喜无功都喂到了 可不是 祖宗我刚进来 就闻到薇儿了 真是不错 阿渊 要不你跟着冬华学一学 万一回去我想吃了你也照着做 莫渊品了口茶 好 改日我请教请教 改日 干吗 就今日啊 祖宗我今日回去就想吃了 少婉还特地强调了今日回去这几个字 让莫渊也着实头疼 白浅看着自己师父被这个师娘拿得服服帖帖的 也真是无语至极 无奈 谁叫自己师父喜欢呢 东华放下手中的茶杯 清了清嗓子 李李衣秀 说道 今日本军乏了 没有这心思 改日再学吧 九儿 你不是早就想吃了吗 你跟少婉和天后再次序话吧 我和莫渊上神海天君去书房议事 你有事来寻我 凤九微笑着 点点头 好 你去吧 于是 东华 莫渊 叶华 三个人进去了东华的书房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商议一族的事 而凤九 白浅 少婉 三个孕妇则在凉亭内 吃着烤地瓜 喝着东华早前杯下的奶茶 聊着天 绕来绕去都绕不开的孩子的问题 姑姑 最近这小家伙老是踢我 有时踢狠啊 我都有些疼 没事没事 正常的 我怀团自纳惠尔 也是如此 可不是个调皮的 调皮些 你们看刚才那三个男人 闷葫芦似的 还调皮些好 可以跟着祖宗跟我耍两把 呵呵 少婉姐姐 你刚才说小娃娃叫果果啊 是个女孩吗 少婉点点头 嗯 真人那个娘炮说的 做不了 哈哈 我这是男孩哦 滚滚 果果 还真是配着呢 凤九自顾自的笑起来 小九 你不会是想跟师娘定下娃娃亲吧 白浅文言 笑着说道 有何不可 祖宗我也同意 呵呵呵 少婉吃了口地瓜 胡伦的说道 东华这手艺还真是不错 嗯 帝君这手艺真好 我老远就闻着威尔了 本想叫叶华来跟帝君讨两个 谁知道帝君就派人来说请我们来坐坐 句一句 我就来了 帝君派人邀请你们来的 凤九诧异 刚才还想着 今日大家都聚到一起来了 原来是东华请大家来的 想起昨晚自己说的话 原来他都记着了 那你们就多吃点儿 别客气 反正今日东华考得多 要想带着走也可以 凤九自己也挑了一个吃起来 心里更是暖暖的 他从来没有想过东华竟然变得如此之多 为了他 迁就了这许多 三个女人 一台戏 你一嘴 我一嘴地聊得热火朝天 书房内 东华坐在中间 叶华和墨渊分坐两边 各自一杯茶 挺着 帝君 大哥 我派人前去一组打探过 却如凤九所言 一族内部秦苍云孽似有动作 一直在等待赤颜金尼兽的召唤 可他们并不知晓 金尼兽已经死于帝君之手 好在一军早有察觉 在火麒麟的帮助下 已经将他们以乱党之名 全数积压及寒之地 应该不会有什么动作了 如此甚好 东华品了口茶 说道 可一军毕竟是女流之辈 我怕这政权早晚还是动荡 免不了以后还出现什么乱子 墨渊一军见血 大哥所言极是 所以我想现在天族与各族交好 天族可派人前去相助一军 稳固君主之位 不知二维一下如何 主义倒是个不错的主义 只是派谁去合适 这可得好好斟酌斟酌 派得不好 就会被误会成天族干涉一族内政 道时可是适得其反 东华叹了口气说道 我的十六弟子 紫兰尚先 该是最佳的人选 墨渊提议道 大哥 何姐 叶华皱着眉头问道 东华笑笑说道 墨渊上神这是打算做回红娘了 有何不可 墨渊品了口茶 说道 紫兰与义军焉至本就情投意合 这是因为当时我沉睡未醒 并且天族与义族不合 才会导致二人未能相守 既然现在各族交好 成全了他们也无妨 况且紫兰心系 有谋略 协助义军 该不是不成问题的 帝君觉得如何 叶华一向尊敬东华 所以大师大妃上都会问过东华 本君也觉得不错 天君可自行安排 好 那边有劳大哥 亲自做回媒人 无妨 为了紫兰也好 为了天族也罢 我则无旁贷 墨渊还是一向处编不惊的模样 不喜不悲 只有在少晚的事情上 才会有情绪表现在脸上 好 那我便派人智慧一句一声 东华和墨渊都点了点头 对于叶华 他们二人都是放心地 所以才会各自看着自家的娇妻 对于政务没有管理那么多 三个人又聊了点其他各族的无关痛痒的事物 东华看了看门外 过了好写些惠儿了 不知道他们三个如何了 我看今日就到此为止吧 我想出去看看门外 没有想到最先说出口的倒是墨渊 好 我也想出去看看浅浅 你们二位也是担心多余 莫不是担心在太陈宫 还有会有歹人欺负少晚和天后吗 话刚说完 东华倒是挺迅速的 率先走出了书房的门 直奔梁亭去了 叶华和墨渊相互对视了一眼 心里都明白 这明明最着急的人就是东华帝君了吧 墨叹一声 跟着出去了 没想到的是 三个爱妻如命的男人 居然在凉亭里没有看到自家的妻子 东华力感不安 墨渊倒是淡定得很 叶华也开始了东张西望 东华立即召来鲜娥 询问了一番 才知道凤九带了少晚和白浅二人去了寝室 才稍微放下心来 转身对墨渊和叶华说 他们去了寝室 我们去看看吧 贼集三个人 一起走去寝室方向 还未到寝室便听到了三个女人的笑声 小九九 讲不到啊 那老石头居然会陪你买这个东西 不过真是可爱的紧 要少晚笑得最大声啊 嘿嘿 少晚姐姐 你别笑话我们 我觉得这个好可爱的 凤九害羞地说道 我也觉得可爱 可惜叶华就不会给我买这个 白浅叹了口气说道 没关系啊 你们去凡间玩的时候买一堆呗 凤九提议道 嗯 等有机会吧 他不买 我自己买一个 跟团子一起带道也不错 白浅笑了笑说道 他不带祖宗我自己带两个 少晚大气得很 凤九则是拿着那两个小猪的面具 开心得不得了 看着旁边的二人羡慕不已 更是喜在心里 门外的东华心里 也是得意得很 对后面的二人说道 嗯 其实也没有什么 只是陪着九儿在凡间游玩时 买了对情侣的面具 他喜欢 没有办法 你们二位莫放在心上 殊不知 叶华和莫渊两个人都是一贯没有任何表情的代表 此时却是一脸黑线 里面娇妻的羡慕不已的表情 尽收眼力 外面东华帝君这番话 更是让二人一脸尴尬无语 大家都知道帝君帝后恩爱 就无需呈现出来了吧 无奈 谁叫这是太成功 他的地旁 谁让自己阴了月 来了呢 一个自首 东华一本正经的走进了卧室 对着凤九称怪道 九儿 你怎能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了 不是说好我们两个人看的吗 这倒让别人笑话了本君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估计这四海八荒 就扶东华帝君了吧 凤九以为东华真的生气了 还赶紧上前 安抚道 东华 你莫要生气 我只是这对面具很好看 很相配 所以我想给少婉姐姐和姑姑看看 嗯 很相配 看就看了吧 反正我们也带过 傻狐狸 我怎么会真的生你的气呢 哦 对了 莫冤和夜华都说要去买给你们的 所以你们也无需羡慕我们了 一旁看着东华和凤九 明晃晃的秀着恩爱的戏码 一面能把自己气得吐血 还真是东华的帝君的拿手好戏 帝君说笑了 夜华正午繁忙 自然顾不得这许多 白浅还是可以理解的 浅浅 你是在怪我吗 改日等我得空了我去给你买一个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